補充一下有一些 九指代表裡面可能會用到其他功 我們這邊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串 這個 這個前面的這個詞叫什麼 背乘數吧 是指的是 它的欄 它哪一欄 第一欄的話 是從B開始 然後再來就是 二三四五六一到九 那後面這個數字好像叫乘數吧 乘以什麼 那是指的是前面這個列 可是除了說用這個方法之外 你會發現這個方法 有一個缺點 缺點部分就是說 你必須在前面加這個錢的符號 那這個錢的符號指的是 你要把哪一欄 或哪一列給固定住 它就不會 當你在向下的時候 不會幫你加一 那這個A前面加的話 它不會幫你變成B 那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方法之外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那哪些方法 請各位可以把那個 上次上課的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那我們換一個方式來完成 那哪個方式 你可以用另外兩個函數 哪兩個函數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叫Column Column指的是什麼 哪一欄的意思 Row的話 指的是哪一列的意思 OK 如果今天我用Column跟Row的話 要把這個結果給變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呢 把這個裡面的結果先刪除一下 那我們換一下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自行再複製一個 這邊的話也許你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的方法很簡單 拖拉加Ctrl鍵 OK 類似這樣 拖拉加Ctrl鍵 把這個工作表 也許換成 這個 官吳裡面的話 你可以改成這樣 Column Column andRow Row的話 就是列 Column是藍 OK 那把裡面的東西先刪除 我們假設要重新再來過的話 那裡面的 這個應該 這個裡面的東西應該是 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你要把這個什麼 這個顏色去掉的話 在管理規則裡面應該有 就是這個 你可以把這些全部刪除 OK 按確定它就不見了 OK 所以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話 那Column跟Row怎麼用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插入什麼 在那個Column在哪裡呢 在查閱與參照裡面 的第幾個 應該是第四個吧 有個Column 按確定 那直接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你把它向右拉 向下拉 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 這個函數呢 主要是 會抓到 你現在儲存格 在哪一欄 那哪一欄的話 是以數字來表示 所以不管說你是 向右的話會加1 向下的話它還是一樣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的開始的值 不要從2開始 我希望它從1開始的話 怎麼做 很簡單 你可以 它後面可以 減1 就好 OK 減1的話呢 按個打勾 你會發現呢 它就從1開始 那如果向右 1到9 向下 也是1到9 那如果 這樣的話 我把它拿來當前面的 那個 99等法表 前面那個 背乘數 OK 那後面的話呢 再來你可以再 假設我們換一個 比如說用RAW的話 RAW呢 我這個重來一下好了 假設我換一個 如果我插入 查閱參照裡面 一樣喔 查閱參照 你找到R開頭的 這個RAW 按確定 那裡面不帶任何值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像下它會增加1 但是 向右呢 它基本上 還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喔 COLN跟RAW呢 主要就是 COLN會跟 藍有關 RAW的話呢 跟列有關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 當它向下 變1到9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減多少 減3不就好了 因為它初始值是4 打勾之後 它就1了 向下 有沒有 1到9 這邊向右 也是1到9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我希望喔 可以把這兩個函數的結果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其實喔 前面這個數字是藍嘛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先減下 那一樣這個插入 前面先放什麼 放COLN COLN COLN-1 所以COLN之後的話 把它-1 那它就是1嘛 1開始 後面的話 串一個什麼 一樣用串接 上禮拜有講過 串接的話是and的符號 那乘號我們先用X來表示 小寫的X 然後and的什麼呢 後面的數字 後面數字是這個 那我們用Row來表示 Row的話 這邊我們用直接打 Row 小瓜糊 那必須減3 因為如果你現在沒有減3的話 打勾它會變1乘4 所以你可以減3 打勾 它變1乘1了 OK 那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等於 所以and and什麼呢 等於 再加一個等於的符號 再and 兩個相乘 兩個怎麼相乘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是拿前面這兩個複製起來 有沒有 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and的後面 把原來串接and 這and到and 把它改成乘號就可以了 它就相乘了 它會先 不過呢 同樣的道理 在isail裡面 跟那個什麼 先乘除後加減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現在假如說 沒有把它刮糊起來的話 它會變成說 1會先跟肉乘 然後再去減 OK 所以特別是如果你要先讓它減的話 記得呢 把這個公式 先加一個刮糊 刮糊起來 跟它講說 你先幫我減完之後 減完 Colent減1之後 然後呢 肉減3之後呢 再幫我做乘的結果 OK 把它打勾 你可以看到這邊1乘1等於1 那向右的話 有沒有 它就前面這個是Colent 然後 後面是Raw 所以Raw都是1 然後相乘的結果就顯示 再向下拉 結果呢 也會是一個99成法表 不過呢 用Colent跟Raw 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它裡面並不需要什麼 並不需要像之前我們的這個 就是鎖定的前符號 OK 不過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我們最後做出來 會需要兩個函數 一個叫Colent 一個叫Raw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兩個函數 先熟悉一下 如果你怕這個公式記不太起來的話 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你可以找一下雲端白板 那個什麼呢 108這邊 其實也有啦 我把它放在108的第幾頁 第六頁的地方 這邊也有剛剛的公式 就這一串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